國中以及高中的BNT開打 我們第二劑是從12月24號開打 今天我們來到張商 來看到我們施打的狀況 特別謝謝學校的用心安排 那我們的疫苗都是跟我們的醫師協會來做配合 由他們去梅河當地的醫療院所 進到學校來做施打 那這個我們也為了因應孩子們的大家擔心的心肌炎 心膜炎等等 我們也在張機秀傳以及基督教的兒童醫院 還有這個秀傳醫院都有設立我們的專線 24小時的諮詢專線 那同學們打完疫苗休息15分到30分鐘 才進到學校 那我們有當地的這個救護車也在旁邊Standmine 那最主要就要讓學生們更加的安全 回到家之後如果有任何發燒 或者說比如說耐受力比較不足 那心臟有什麼痛或者胸悶的 那就請孩子們快點跟這個醫師醫院這邊來做相關的聯繫 也要告知他你有打疫苗 那我們彰化線第二劑的部分 12歲以上在12月26號已經到了85點多趴了 那我們第二劑的部分也有到72趴 那還是要再次的呼籲還沒打疫苗的這個鄉親 要盡早出來打疫苗 那以應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大魔王 這個的這個影響 我想最近世界各國的這個流行又一直起來 那我們也蠻擔心過年期間 所以還沒打疫苗的鄉親 還是呼籲你盡早打疫苗 確保自己的安全還有我們家人的安全 那一、二、三、三、二、三十年 這兩、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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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四、三、四、八 我們在一起 謝謝